气势磅礴的慈祭中古掀开序幕 慈祭马六甲分会举办两场慈祭国际学校 希望攻城千人塑宴 来自社会各阶层人士大力响应 捐钱不是有钱人的专利 任何人都可以 多也好少也好即少成多 就会有今天这个场面 希望这个国际学校教导到下一代 让下一代受用 让我们的世界美好起来 家长希望给孩子怎样的教育 此季开办国际学校 兼具学术与人文的教学理念 用爱成就孩子的未来 我想我们就是办学校最重要 就是要有爱 他会带给我们马来西亚一个新的 一个教育的心流 教育的新的风气 带这个社会如果没有教育 就是没有希望的 所以谢谢你们带给他们 有期望又有希望的一天 栩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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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在马六甲州多了一间好学校 多了一间爱的学校来为孩子招呼 大家一心成就国际学校 80岁的叶瑞芳 把女儿送给她的3000令吉圣日贺礼 悉数兼出 交易最重要的 拿钱没有用的嘛 要给建议学校帮助人才好嘛 打造教育的殿堂 大家携手成就马六甲词记国际学校 大海新闻马来西亚马六甲综合报道